各位学员大家好 从本节课开始 我们就讲解一下漏洞专题的CSRF漏洞 本节课主要讲解是专题概述 相信大家在前面很多节课中 已经学习了其他的漏洞 那么CSRF漏洞主要讲解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个是介绍CSRF漏洞形成的原因 第二个是介绍漏洞的分类 检测和利用 最后一个是介绍漏洞的修复方法 或者是防御方法 当然修复和防御方法主要是代码层面的 而检测和利用主要是通过半自动的检测 适用的学习借向 主要是网络安全技术的初学者 学习的目标是了解CSRF漏洞形成的原因和危害 第二个是学会CSRF漏洞的检测方法 那么什么是CSRF呢 CSRF就是Cross Site Request Forgery的首字母 就是CSRF 而中文一般译到是跨栈请求伪造 因为经常录选AWASTPOP10 在当前的Web漏洞排行中 与XSS收购注入等相比而言 CSRF相对来说 受到的关注要小很多 但是呢危害却是非常的大 可以这么理解CSRF攻击 就是攻击者盗用了你的身份 以你的名义发送了请求 但是这个请求是恶意的 CSRF能够做的事情包括 以你的名义发送了邮件 发送信息 保住你的账号 修改你的个人信息 甚至于购买商品 虚拟货币的转账 主要的问题包括就是 个人隐私的泄漏 以及财产的安全 下面这个图就是我们的 CSRF漏洞学习的路线图 一个是攻击原理 然后是攻击类型的分类 后面是检测CSRF 最后是修复和预防 跨栈请求伪造 那么CSRF攻击的 长期危害有 有发送邮件 修改账户信息 资金的转账 或者说网站被上传网码 就是俗称的Catshell 那么一般情况下说 有这些危害是因为 网站存在这些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有些网站 我们在本地搭建的一个网站 一般的情况来说是因为后代的管理 功能是比较强大的 可以看到可以上传文件 还有文件样式管理 这边我们可以试着创建一个文件 可以看到可以在服务器上已经保存了这个文件 如果说在新建文件这边存在一个CSRF漏洞的话 再配合一个就是后台前台XSS 然后管理员被XSS攻击到的话 然后在后面就是可以添加一个网码的攻击 可以写一句话之类的 那么我们就直接就拿下了网站的管理权限 这个CSRF攻击危害是比较强的 还有一些如果有一些网站存在说是资金转账 就是说我们可以提现的资金 然后它存在一个账户 然后可以直接提现 我们在前台发送一个链接之后 管理员点了之后 直接把那个账户修改了之后 它提现的时候会提现到我们的账户上 还有是修改账户信息 那么有些网站是ECshop之类的搭建的那种商场网站 肯定有一个是资金管理或者说是汇款账号 就是说大家买东西的时候 往它的那个账号里面汇款 如果这个网站存在CSRF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CSRF修改 它的汇款账号 修改成我们的账号 大家买东西的时候 汇款的账 汇的款就汇到我们的账户之中 那么这个危害就是非常大了 因为涉及到资金啊 网站的管理 这些都是比较厉害的一些CSRF漏洞 那么客户的小区提示是到网络上搜索 并下载几个存在CSRF漏洞的开源程序 根据网络上公开的漏洞利用方法 自己进行实验 那么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到网络上是搜索 可以打开百度 CMS CSRF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PHP CMS组合进行CSRF攻击 PHP CMS后台CF加管理 就是在后台增加管理员的两种办法 然后怎么云购CMS CSRF GetShell 网站拿权限或者是修改管理员的密码 还有很多的 大家根据网络上公开的这些漏洞利用方法 自己进行下载 然后进行根据他们说的办法 进行CSRF攻击的利用 现在不会利用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会讲到怎么进行利用 怎么进行测试 下一节个呢 我们主要讲解的是CSRF漏洞的原理与分类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